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TONY CHOY,so现在我在我的店啦,so等一下我要拿一个金绳给一个佛派友,所以我回来店拿一下,so 好,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排位,排位高8寸,长是4寸,ok,so在我手上这个呢就是 冤青寨主的排位,看到吗?冤青寨主之排位,利牌者谁何家,竞检啊,冤青寨主排位,so 有,我曾经有在我的就是Facebook里面有说过什么是排位啦,and then但是我今天我觉得有必要 做一个video啦,讲一讲也是好啦,因为也有不少人来问我,然后每次我要把我的那个Facebook的link share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开不到,也不知道为什么开不到,so不用紧,我现在在做一个video,我讲解一下什么是排位,好,排位,呃,这个排位吼,我们要做,我们要用心做,我们要真正发心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排位吼,是一个很,很,怎样讲啊,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做的,你明白吗?是我们要真正,我们要发心我们来做,然后,这个排位吼,有三种,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刚才我手上,给大家看的就是,啊,这个是冤青寨主的排位咯,这个是别人的啦, 啊,ok,是因为师傅在泰国,我寄不到给他,所以暂时放在我的店供奉下,so这个是冤青寨主的排位,ok,呃,有冤青寨主排位,有 英灵,就是,有些妈妈,她有logan啊,她有流产啊,不小心啊,so,呃,有就是英灵,英灵的排位啦,so,第三有的就是,就是仙人的排位, 仙人的排位意思是说,我们的亲人过世了的,啊,或者是说,我们要做给他们的,啊,我们的姓氏的历代祖先的排位,也是有,啊,so,我一个一个讲啦,啊,首先我先讲就是,啊,英灵,英灵,小孩子的排位,so,呃,多胎是很不好的,老实讲啦,so,真的很不好的,so, 有些他们不是多胎,他们是不小心流产,so,流产过后呢,他们会讲一讲啦,很不好咯,因为哈,师父每次讲的,一个人如果是活生生的啦,他在你的体内啊,身体里面啊, 你没有顾好他,或者是你不小心,导致他死去,就好像说一个活人,给你弄死这样,如果你活生生,你给人弄死,你会怎样? 你就是会很怨恨这个人咯,为什么你要弄死我咯,so,你就会,就说,怎样讲,埋伏在这个人身边咯,无时无刻,找机会去作弄他咯,当然,当他运气高,他很旺的时候,你做他不到,但是,当他运气很低的时候,你就踩一脚,给他go,或者咯,就是说, 去,讲一讲的就是去作弄他,给他做,做东西啊,本来是做到这样的,拉他下去,做到这样的,拉他下去,做到这样的,拉他下去,so,英灵就是会这样咯,就是会很怨恨,他自己的母亲,或者是父亲,或者是有谁, 教说,搞说,搞说他,导致他,去多胎,或者是,呃,流产的那个人啊,说, 英灵是一个,连师父都没有办法收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当事人,做的因,所以他要承受那个果, 佛力,抵不过业力,是 自己造成的,so,自己要,要打,so,要怎样做,才可以化解这个东西呢,就是要真心忏悔, 真心跟他sorry,然后以后不要再翻,真的不要再翻, so,你真心忏悔的话, 外面market有很多很多种,超度英灵之类的, 好,so,这个牌位,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咧, 因为当,呃,我们lead这个牌位过后了咯, 他不是帮你超度你的baby一个月,他不是帮你超度你baby一年, 他是永永远远帮你超度你的baby,是挺,是挺好,是永远, 每一天超度,超度到永远,为什么这样讲咧, 因为这个牌位咯,他会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你儿子或者是女儿的名字, 一个牌位他可以放几个咧, 三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小字比较小一点, 到时候如果有人要有意思要力,才问我要怎样写的,好吗, so,他会写在这里, 然后这个牌位他做好了过后啊, 会先send给师傅啊, 然后师傅会先帮你每天超度念经, 做一个仪式, 导公的水回向的仪式给他, 足足一年, 一年过后, 他再把这个牌位send过去, 他泰国的庙放在一个, 暂时放在一个地方, 也是交代, 交代那边的师傅, 那边和尚来的啊, 出家人来的啊, 天天念经, 他们每天一定做晚课, 下午课的嘛, 早课,晚课,下午课的, 那边是很strict的嘛, so, 他们每做一次, 他们就要把这个功的水, 打给牌位里面的英灵, 一天可以讲三次咯, 有时候大法会的话就是四次, 各页大法会就是五次, so, 每一天倒公的水给他, 给这个英灵, 给这个baby, 求他原谅, 倒公的水勾勾给他, 因为这个牌是你立给他的嘛, so, 就是把这个功的回向给他, 然后, 当那个佛塔, 师傅要做一个佛塔, 一个佛塔, 然后当那个佛塔, 最上面就是, 供奉释迦摩尼佛, 四尊的舍利子, so, 当那个佛塔做好过后, 这个牌位就是会放在佛塔的低层里面, 低层下面, so, 每天都会有师傅, 都去念经, 跟佛塔放在一起供奉, 每天帮你回向你的baby, ok, so, 师傅有讲过了, 如果今天呢, 有人拿一个玻璃管, 砰打我的头了, 那我一定会很生气他的嘛, 但是过后他打我, 过后他每天来找我, 买药给我, 买饭给我, 跪在我的面前, 天天跟我讲sorry, 一天我不原谅他, 一个月我不原谅他, 但是他天天这样做, 一年两年三年, 到最后如果我还是不原谅他, 但是我也没有这样DL他, so, 他, 我没有这样DL他, 他我就没有机会去, 我就不会想去, 那做梦回他, 你明白吗, so,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牌位的意思, 因为这个牌位放进佛塔, 里面每天有和尚师父念经, 念到几时, 就是念到可能我乖了, 他就在念, 因为他放在佛塔里面的, 那个佛塔他能顶十年, 应该是超过了, 顶一百年就是一百年, 两百年就是两百年了, 因为这个东西, 他们佛塔他们做好全部了过后啊, 他们的comity一定会换人, 庙的主持也会是会换人, 坏的东西, 他们会做过, 好像碧吉啦, 龙破恩的庙匠啊, 几年了, 二四六零之前的, 看到现在一百零三年了, 还在那边美美, 明白吗, so, 这个东西是, 永远, 然后公斤是多少, 是给一次而已, 公斤是给一次, 但是永远就帮你, 帮你, 帮你念经, 祈求你里面的baby, 原谅你, 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 好, 然后第二啊, 就是说这个公斤呢, 拿来做什么呢, 不是拿来花, 你知道吗, 这个公斤, 你今天立这个牌位的公斤啊, 就是哪来建妙的, 除了要制造这个木制的牌位的基金以外, 除了扣除一些杂费, 可能说我这里我要继续股金, 比较平等级股金, 很贵一下四五十块啊, 每次OK, 然后股金要继续, 呃, 泰国OK, so, 那些费用一点扣起来, so, 其他的呢就收起来, accumulate起来, 好像这次, 呃, 啊, 这是我们收集到的牌位的钱全部, OK, 我们除了做那个一千两百五十尊要做那个阿拉罕精神的模具, 那个molar, 模具以外, 呃, 我们也有把两百千太祖, 二十万太祖, 已经汇进, 呃, 瓦迪巴松的庙, 准备要开始建那个佛塔了, 好, 这个详情你要知道, 我不要在video讲, 啊, 你要你BM我再讲啦, 好, 第二就是, 呃, 离世亲人的, 就好像说我们的亲人离世去啊, so, 他是在这个牌位的上端, 放你的亲人的照片, 就是说, 你要的话, 就是说, 你send那个, by widget, 或者是, 啊, vjet, 或者是messenger, 你send给那个照片, 我叫那个雕刻师傅做一个他的照片, 然后这里写他的particles, 要谁立给他的, 好, 啊, 或者是说, 要做那些啊, 自己家住的唐, 啊, 历代祖先的, 也是一样, 写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说, 啊, 我会教你写啦, 要什么, 啊, 某某门, 唐上历代祖先, 啊, 唐上历代祖先, ok, so, 这个我们做是for, for什么呢, 是for我们的离世亲人, 让他们去到另外一个世界, 也能够把这个功德一起带过去, 因为同样的, 这个也是交给师傅, 贡金也是拿来建庙, 就他们有功德, 立牌者也是有功德, 明白吗, 两个都有功德, 因为到时候啊, 所有立牌者的人的名字, 立牌者的名字, 还有, 啊, 这个世祖的名字, 全部会, 师傅说会写在一个建庙功德榜, 一个大大的一个box上面的, 啊, 连刚才那个英灵的妈妈或者是爸爸的名字, 男方或女方的, ok, 也会, 放在那功德榜上面, 然后这个是做一个功德来的, 啊, 好, 因为建一间庙啦, 老实说啦, 建一间庙啦, 是要需要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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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 一千万都不知道, 建不建得到一间庙, so, 只是那个佛塔啦, 那个佛塔不好了啦, 造价都要五百万太祖, 但目前, 师傅有尝试去联络另外, 啊, 一两个, 啊, 建筑商, 看他们的价钱, 会不会比较低一点, 啊, 这个是目前最新的消息啦, 啊, 因为现在他师傅在泰国嘛, ok, so, 啊, 刚才是讲, 呃, 离世亲人咯, 好, 第三就是, 呃, 缘情债主, 什么是缘情债主呢, 为什么, 什么是缘情债主, 什么是缘情债主, 缘情债主, 就是我们上一世, 前一世, 或者是很多很多事之前, 所有所有, 我们曾经亏欠过的人, 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 我们曾经对不起过的人,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的缘情债主, 啊, 看不到, 摸不到, 但是是存在的东西, 这是缘情债主, 好吗, so, 这个啊, 要做, 要发自自己的内心, 哦, 因为, 要, 我要做是因为, 哦, 师傅要建庙, so, 他的庙地, 我们筹钱买到了, 差不多有6亿, 300米的, so, 要建庙, 要建庙, 需要很多基金, so, 很多基金除了卖牌, 还可以做什么, 做这个牌位, 做这个牌位, 师傅给你的, 是一世人的承诺, 他是一个出家人, 他讲到的话, 他一定要做得到, 这个是他们出家人, 他们身为, 佛祖释迦摩尼弟子, 的这个承诺, 他们帮你, 念经, 他们讲, 他们帮你念经, 导工的水回香, 就是一定会做得到, so, 他们, 你就是给一个, 公金, 公金是给一次, 那他们就拿这个钱收起来, 收收收收收, 好像现在这样, 要去做什么了, 就开始有资金去做了, 明白吗, 这个是一个功德来的, 然后, 因为有这个功德, 你有做这个牌, 有做功德, 除了每一天, 有师傅帮你念经, 做导工得水的仪式, 回向给你的冤情债主以外, 你还可以, 因为立这个牌位, 有一个建庙的功德, 你也自己也变成有功德, 你明白吗, so, 是一举两得的, 一举两得的, 的东西来着, 是, 做一个东西, 可以有两个, 得到两个东西的, 明白吗, so, 这个是很好的, ok, so, 一样吗, 因为, 一个人啊, 如果说, 他的冤情猜足了, 他太多的话了, 他会每次觉得, 他做东西啊, 会有block, 每次有遇到什么, 好像, 很, 很, 要做到个东西, 要做做做, 所以一定要有block, 拿不到, 没有去, 或者是说东西, 我不会讲哦, 好像是, miss一点, miss一点, miss一点的, 东西会miss的, 会欠一点, 欠一点东西就对了, 或者是, 有时候会无名火会起, 有时候, 一点东西就心很不耐烦, 这个全部都是因为, 冤情在主在弄你, 尤其是你在水晓的时候, 你在运气低的时候, 你更可以觉得头头绷脚, so, 这个冤情在主啊, lead了过后啊, feedback是很多的, 你知道吗, 很多, 有些人说, 哎, 那好像这样, covid-19没有开工, 不会怕的哦, 他讲, 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 立了那个冤情在主排位的话, 好像, 不会有那种怕的感觉, 好像说, 一定能挨得过, 一定, 一定能, 过了这个关, 那真的, 又给他过到哦, 又有, 本来讲, 工没有了啊, 又什么啦, 老板倒了哦, 他又有朋友去介绍他去做别的工什么的哦, 他很神奇的, 你知道吗, 当然, 效果的东西, 每个人不一样啦, 然后因为有些人他写, 某某某何家, 如果是何家的话, 的效果是会比较慢哦, 为什么呢, 因为, 某某某一个人何家, 何家是包括爸爸, 妈妈, 配偶, 儿女, 明白吗, 兄弟姐妹, 没有包和家啊, 啊, 爸爸妈妈配偶, 配自己的配合儿女的, so, 师父一个人, 要对这么多人的冤情在主, so, 会比较慢, 明白了吗, so, 单单一个人的话, 效果会比较快, 但快慢也要看, 明白吗, 好像说, 现在这个排位啦, 在股精, 呃, 师父的三纳, 然后有几宗就在我这里啦, 但是哈, 师父还是每天有有念经有做有做早课有做完课你知道吗只是他那天他进院他没有做不了这个是没有办法但其他日期啊他是还有做他有做他也是有导工的水回向给所有排位里面的无论是冤情债主也好 你是亲人仙人也好英灵也好他也是在挫折他没有停的那哈这个就是师父了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call 他们的承识他们的承识他们的坚持就是啊他师父说 每次他讲的他说师父说他知道大家赚钱很难很辛苦 所以今天你们赚钱这么辛苦你们还为我立这个牌位啊帮我建庙筹款建庙他师父其实是很感动 很很傻样的 所以他怎样都好他一定顾着我们先的你明白吗我们有这个立牌位的有做大工的 of course全部人他都他都会顾你明白他是尽他最大的力量去做 so basically排位就是这样咯就是刚才讲了咯 英灵 呃 仙人 立代祖先 冤情债主三种咯 好吗 然后这个牌位咧 他 呃 共金什么多少咧 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担当的 可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只要你有心就可以了 你明白吗 啊 谁都可以负担得起 但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心去做不了 你你明白吗 哈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做了两尊了 我去年做一尊 冤情债主和家 今年我再做一尊给我 以前我已经过世的 太太 啊 我也是做一尊给他 啊就是 写他的名字咯 啊就是师傅 念功念念念经 给他功德 给他去到 把这个功德带去另外一个世界 直到 永远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吗 说明年我还要做吗 要 如果明年我 我有赚 顺顺什么 我也是还要做多一尊的 啊 到时候看 做给什么了 可能我自己做一尊元经在主了 因为 第一次我做的是我放荷甲吗 然后第二次可能 我要做给我自己了 哈 明白吗 说 这个东西要 我的我自己的本身的 的的的 feeling的说 这种钱呢 真的不怕火 因为 你花了了 他有路回来的 而且回来呀 他会给你 more than that 很 神奇的东西 OK 所以 今天关于这个 牌位 这个牌位的 讲解就讲到这里了 好好 so 呃 如果喜欢我的 video可以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so subscribe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啦 越多人subscribe 是越好啦 啊 然后 第二就是说 啊 啊 路也欢迎 所有观众在我的 video下方留言 或者是加我的微信 yes520 yes520 啊可以 一起交流了 做一个朋友了 但是 加我的话呢 请 写下了 不要 因为我很多人家我不知道吗 你可以写说 你叫我微信的时候你可以写说啊 你好 我看到你的 youtube加你微友一下啊可以啊啊大家 你叫我了 之后我有时候会post什么佛牌啊如果是 你 要供请佛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供请啊没有问题好吗 so 好我的 呃 video到这里啊希望我讲解可以让大家 更了解什么是牌位了好吗好谢谢大家拜拜